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姨 我是小雅 歡迎各位來到女車主專訪的單元 講到越野車大家是不是腦中閃過的畫面 都是一群騎士騎在林道 騎在碎石路 那種奔放自在的畫面 但是通常都是男性騎士居多 但你知道嗎 現在呢 其實已經越來越多的女車主 也加入了越野這個大家庭囉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到騎乘CF150L的女車主 宇希 那我們來歡迎她 好 那麼先請宇希幫我們自我介紹 我叫宇希 然後今年24歲 然後我現在有兩台車 一台是Kawasaki的D650 然後一台是現在的CF 就是本田的CF150 我直接破題啦 你為什麼會想要直接簽到越野車 因為這麼多車款裡面大部分女生應該會先想從 比如說輕檔車啊 仿賽啊 或是街車開始 你怎麼會想說直接跨到越野車 因為其實我之前前面就已經玩街車玩蠻久的 然後中間其實因為認識了圈子 就是車友也很多 所以其實仿賽也不是沒有騎過 但是就是騎來騎去其實 我還是比較喜歡偏向於重量輕一點的車款 那因為仿賽車它的重心比較集中 所以變成說我在騎乘上的話 我自己只要姿勢稍微不對 我自己會感覺車子比較難駕馭 但是因為越野車它 它雖然車型大台 但是它的就是重量其實算是比較輕巧 所以它比較輕巧駕馭起來 跟轉彎的那個軸距感覺操控是比較自由的 對 因為根據數據來看的話 官方公布的CF150L重量只有108公斤 比一台國產的速可達就125cc左右的還輕 對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算讓你蠻有信心的 對 所以我覺得騎比較輕量化一點的車款的話 就是女生倒車會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自己也比較能扛得起來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有看很多朋友 就是女生可能身高可能不足 或者是說很重量太重的車款 自己在簽的時候就會有困難 可能你前進了你也不能後退 後退要別人幫忙推 其實一個人要出去旅行什麼的 會比較不方便 比較擔心 對 那我是比較常會自己一個人到處 想要去哪跑就去哪跑 所以如果說車款挑一個很不方便的車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蠻困難的 會比較受限啊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說 簽比較輕一點的車子的話 第一個是倒車真的比較不重 然後第二個是 車輛壓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的倒車狀況 其實大部分人還是會比較被壓住的 所以如果說壓在自己身上的話 腳受傷的狀況也不會那麼嚴重 對 所以就不會影響到騎乘 或是說自己日常生活方面 OK 所以你本來就有騎過 其他車款的經驗了 那是什麼契機 讓你想要真正簽了一台越野車 嗯 主要是因為我其實玩車也不是說 真的就是很投入的玩 但是就是大部分我是騎車把它偏向於 就是通勤跟就可能偶爾 就是像大家說的 乙車會有這樣子 對 那偏向於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變成說 欸可能在牽車騎車上的話 可能會就是 有時候會覺得說我自己騎乘上 因為大家都會約跑山嘛 然後跑山的時候 就男生可能騎車就是大概就是 追求速度跟那個什麼過彎的一些技巧 卡普啊 對 可是我自己蠻明顯感覺得到 就是說我騎車這麼久 可能六七年來我覺得 我的車感蠻不好的 我覺得我不知道 有沒有女生會遇到這種狀況 但是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說 我車感不好到就是 我朋友會講就是可能偶爾看到我的車 連輪胎都已經到安全線了 變形了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都不會都不知道 或者說我在騎車上可能 比如說一般街車好了 姿勢可能太僵硬 可能過彎也會怕什麼的 所以變成說我可能就是 在車感上的話就是 就是有點很像就是 四肢發達 但是完全都不知道 車子是什麼樣的狀況 對 所以我覺得牽越野車的話 是比較可以傾向於就是說 可以訓練自己的車感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特技上 或者是說技巧 騎乘的技巧上面 也是在越野車上可以做到 比較大的表現 對 那你平常出來騎車 你自己有什麼興趣嗎 嗯其實蠻多的耶 但大部分就是吃吧 到處走走吃 享受美食 對 因為我覺得騎車 只要去哪裡就是都很方便 就自由度其實是最高 而且不用考慮到什麼停車的問題 對會比較不用考慮 就是沒有像汽車一樣會塞車啊什麼問題 時間會比較好抓 所以說其實 就是大部分的就是興趣還是偏向於就是圍繞著車打轉 就是要去哪裡大部分都要有車我才會去 不然就都在家 OK 所以你平常是從事跟車相關的職業嗎還是 現在是沒有 之前有做就是就是改裝品的業務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沒有再繼續合作 所以就沒有繼續做這一塊 但是有在考慮說要不要接洽 就是買賣重車這一塊 對因為是有朋友有介紹 但是就是還沒有洽談 感覺那車也沒有興趣的 所以去做業務應該也會蠻合適的 可是其實我跟一般女生沒有差到非常多 就是說其實我騎車歸騎車就是騎久 但大部分是通勤居多 沒有像男生一樣就是他們真的是 把車當作是自己的就是非常的 神命啊 對神命啊一切什麼 因為自己平常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工作要做其他生活什麼的 所以其實對車的就是知識啊 還有一些專業度沒有到非常高 很多東西也是要就是透過比如說 車友比較清楚的或是長輩那些的 他們才會就是比較能清楚知道說 一些車相關知識或是保養的 嗯沒錯 對 也是要接觸才知道了 嗯 所以你這樣簽越野車大概多久了 然後里程數現在來到多少 我簽越野車是去年八月才簽的 然後大概現在剛騎過來已經差不多剛好過一萬 所以大概不到一年 對不到一年 對 而且因為我其實對車蠻重 就是我對很多東西是比較念舊 比較重感情 我如果上一台的街車沒有壞掉 我應該不會換越野車 對 所以是不是他受傷了嗎還是 被我騎壞了 就是被操壞了 因為就是像我剛才前面說 就是我覺得女生一般女生沒有很很 就是把車當成就是生命一回事這樣 就很敏感的車感 所以還是很特別它是 我只要今天發不太多 有可能電池沒有電了 有可能我出門 對他們就很敏感 今天感覺不對 我的輪胎胎壓不夠 對 可是我們女生我覺得真的蠻難的 就是可能要偶爾去可能車行簽一次 就是如果遇到比較細心的店家的話 他們可能會幫你檢查說 可能輪胎狀況可能快沒氣了 或是說可能快要到安全線 或是說可能鍊盤磁條 然後該整理了該保養換了 那這時候我們才會意識到說 原來車子已經到了一定的火號了 他平常都不知道 騎車的時候都沒有感覺 然後像我覺得騎車 車子啊如果停室內跟室外 當車真的差蠻多的 因為如果室外下雨的話 可能就會遇到比如說 就雨可能去輕蝕鏈條齒盤 那鏈條齒盤生鏽的度就會變嚴重 對 所以我覺得一般的基礎保養 其實對車子來說還是蠻重要的 對 那麼你騎乘這台CF150L 你自己覺得它的操控感受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跟以前騎街車和仿賽差別蠻大 因為第一個是它的座高跟那個手把是比較高的 車比較大台 可是它在過彎的時候又有非常漂亮的表現 就是你不管內內內外外外或是內外內 你怎樣騎就是很隨意 因為它就是過得去 但是它就是因為它輪子的輪勁大 就是會有一個困擾就是 車身長然後輪勁大 停車很難停 喔對啦 因為有些台北市的停車格 它就是給你這麼小格 對 就可能一台那種小綿羊 就差不多可以停了 所以變成說我這種車就算正常 就算停再好進去 還是會突出 突出了一點點 對 有點小尷尬 對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不然其實其它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困難 所以你對它的過彎表現是滿意的 那麼避震的部分呢 避震其實我覺得也滿喜歡的 因為像越野車它的特性本來就是 它是適合跑零道或者是說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 對 所以它在做那個就是避震的表現上的話 其實道路上真的是 感覺真的跟街車和綁賽差滿多 它不會有很明顯就是一個頓挫感那種感覺 就是突然就覺得幹怎麼那麼痛這樣子 欸我覺得啊 因為我看你的IG常騎車出去我嘛對不對 我這邊不是要diss任何地區的路面 但是呢你騎越野車去台中應該會很有感 對啊 也不是台中 台中我覺得還好 但是你如果到一個比較鄉下 或是說比較那種顛簸的路面 真的就會覺得 這邊路真的是很爛 可是騎越野車好像又沒有特別有感覺 怎麼辦我覺得我會被冠上那個diss diss某地區的人 不是因為我上次騎我的RT去台中啊 然後 幹你真的不是我在講欸 那個路超爛的 我還是想說 我不對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要騎CR服才適合來這邊 可是還好你是騎去台中 你沒有騎過高雄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路是好的 對 高雄的路 台中的路 所以台北的路相對來說好一點點 要看地方 因為我記得那個大漢橋 板橋那個大漢橋 下去有一個超大的坑 就在紅綠燈的前方 然後那個很大的坑啊 常常因為下雨天的時候 不是雨水會累積 所以大家看不到坑有多深 很多人在那邊摔車 天啊 對很恐怖 所以我都會特意下去趕快避坑 1999先打起來 對很可怕 那個一摔就是直接連環車禍 因為那邊的交通 就是交通比較有感到 所以很多人還是會走那邊 那我們把話題繞回這台車上面 你覺得啊 因為像很多人提到CR服 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它的座高 根據官方數據表示是有950mm 對 那你覺得這個部分 你的身高有辦法加餘嗎 基本上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困難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話 其實座高真的不是問題 因為第一個它其實避震也很好 你如果上去的話 其實這樣下去它那個就是座高會在降 然後再來就是輪胎方面 輪胎方面 如果你從原廠的越野台再換到一般的兩用胎 或是甚至那種胎比較薄一點的話 其實它就不會那麼高 上去就會更矮 然後還有一個是重量的問題 就是重量比較重的 上去就是更矮 壓縮的比較明顯 對對對 所以空間會下降的更多 我是比較沒有感覺 我是看我朋友有做 男生啊男生應該會比較明顯 真的上去就是他們就是直接 欸怎麼車子比我想像中還矮這樣子 他說沒有啊 我坐的時候沒有這種感覺啊 所以你身身體重比較輕啊 然後好像坐前後的那個位置 也會有落差 對 OK我們待會可以示範一下 就表現一下 剛剛你提到說 坐前面跟坐後面到底會不會差 可是我覺得女生看起來 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可能要比較壯瘦一點男生 可能他在坐的時候會有差 攝影師 攝影師太瘦小了 他們就雙站 我們要雙站試看看 就看前面有感覺 喔雙站有感覺 我有試過 因為我其實越野車不太載人 而且它腳踏 後座腳踏設置的蠻討厭的 就是前座會被踢到 你的位置嗎 對你看它的那個後座腳踏 離前座的腳踏超近 就是你大概你後座腳踏這樣正常坐 前座下來的時候就直接踢到 就是小腿殺手的概念 對可是就是真的是你後座坐上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載過一次 就是載我朋友 真的就是直接車直接變成我平踩 我從全墊腳尖直接變成平踩 那應該相對來說會比較安心一點 也不是說它重 但就是剛好兩個人重量壓下去 車子就下去 剛剛好 OK我們待會可以用畫面試一下 那所以整體來講 你覺得CF150L有什麼是需要做改裝的嗎 原廠比較不足的部分 原廠比較不足的部分 主要是我覺得在它起步的時候 它起步其實蠻美麗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在做任何改裝的情況下 沒有改排氣管沒有改齒盤的話 其實它原廠其實 你真的就是當市區就是兜兜風納涼就好了 因為它真的騎不快 它不是拿來騎快 它本來就是拿來玩 所以它拿來臨到越野啊 或是說可能拿來摔 拿來做特技用的 而且你自己本身比較常跑的臨到 或是去挑戰越野的路面 到底是哪邊 其實我簽它以來 我跑臨到的次數是很少 但是就是跑越場的話 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但是輪胎要考慮 大概你都跑哪邊的越野場 中部的跟北部的比較多 就是北部的話就是五谷越野場 但是我還沒有去過水牛坑 大家是都推水牛坑 對啊 水牛坑感覺蠻好玩的東西 但是水牛坑的話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是比較 難度比較高坑 比較就是高低度差比較多的坡 所以那種的話我會擔心 就是女生總是怕摔的 就是裝備沒有齊全的情況下 就是不建議這樣玩 而且其實如果認真要撐 也撐不太住 對 所以通常會跑北部跟中部 但是北部的話如果說新手的話 可以去五谷越野場 對因為它那邊是 你就算可能沒什麼 我第一次去是沒有裝備 我沒有裝備 然後可能穿個雨衣套個鞋子 然後就差不多下去騎 可是全程慢慢騎的話 正常操控其實完全沒有 沒有倒車也沒有摔車 就是還蠻好跑 出體驗的好場所 對 就比較不用擔心摔的問題 如果比較有基因的話 可以再從五谷越野場提升到水牛坑 那難度又不一樣了 對會不一樣 因為它有分 好像分前後的場地位置 跟那個場地的規模會不一樣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騎去越野場的心得 我自己騎去越野場的心得嗎 其實一開始真的會蠻怕的 因為 騎越野車就是很奇妙 我一開始騎就是覺得 反正越野車就是拿來摔的 所以它其實 它其實做的 就是它的配備也不錯 所以如果說 可能騎去越野場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 騎到後來就是你挑戰 像越高難度的越野場的時候 你發現摔的次數越多的時候 就會越覺得 自己好像蠻沒用的 會不會越騎越野 就是越不敢去騎 心裡會給自己射線 對 所以就是可能 最好是不要一個人騎 我覺得周圍最好是 如果是女生的話 可能就幾個朋友一起去會比較好 因為 第一個是你有時候 就算壓車 可能車子倒掉 壓到自己的話 最好還是有朋友 有人可以幫忙扶起來 對 因為壓的狀況有很多種 可能像我 像我第一次倒的時候 是我右彎 我右彎其實蠻有障礙的 我右彎過去的時候 完全沒辦法就是直接彎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直接倒車 然後直接倒車之後 因為也速度不是很快 所以是整台車壓到我的上半身 上下半身都有壓到 不然正常的話 我倒車大部分只有壓到腳 腳的話還可以脫身 但是全身的話就是 沒辦法 你這時候就沒辦法 你整個人來救你 對 然後它是過彎就是 就是有點斜波 所以變成說你倒的話 你這樣撐也撐不起來 對 因為它那邊是坡 所以就是有點障礙 那你撐起來的話 可能自己的力量 被壓在下面 你根本就撐不起來 就需要朋友幫忙 所以你會推薦新手 循序漸進 那一定要有同伴陪著你 最好是要有同伴 除非你對你的技術 滿有把握的 不然通常是建議裝備齊全 然後有同伴 然後一起下場會比較好 三大重點 對 下一個問題 你騎CFEWNL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大部分都是路人 會來 就是可能搭訕 然後問說 你騎這大 就那麼大台 不會就是 不會很可怕嗎 什麼什麼 不會倒車嗎 什麼什麼的 可是因為其實我在道路上 倒的次數也不少 通常都是倒掉之後 默默自己再把它牽起來 對 所以其實就是 到後來我跟他們講說 沒關係啊這種車就是倒的 哪來倒的 放倒也沒關係 反正只要人沒事都好 看看看看 這越野車本來的定義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我多多少少 車子上都還是有一些傷痕 越野車一定要有傷痕 車殼上的貼紙 貼一貼到最後都破掉了 有傷痕才代表說 你有認真在騎這台車 對 好 那麼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呢 你身旁有一個人 他很猶豫很搖擺說 我到底要不要接觸越野車 越野車感覺很高 感覺很恐怖 而且都騎一些騎騎過過的路面 但是好想玩喔 你會怎麼推他入坑 你就放心去牽他吧 因為他修車起來的預算其實真的不高 然後再來就是 他摔他倒人都沒事 都不會有事 不會像仿賽 你只要摔一次 可能就要刷手抽了 對 所以主要是安全性 再來是修車的預算花費呢 會比一般的車輛來的低 對 這個是準備入手越野坑的兩大推坑原因啦 對 其實預野車還有很多好處啦 就是因為考量到今天的篇幅問題 所以今天雨昕呢就長話短說 把自己的騎乘經驗分享給大家啦 好啦 那麼以上呢 是今天雨昕騎乘CIF-150L的車輛心得分享 各位觀眾朋友們 對於這個單元呢 我們已經採訪了非常多女車主 如果說對於其他車輛 因為今天講的是越野車 對其他車輛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參考我們其他影片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謝謝雨昕的受訪 謝謝 掰掰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